大家好 我是文池 几天前我在我视频当中谈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山西的河曲线 它的这个事业编 被大规模的减少 被大规模的取消 开始有1900多个事业编的这样的一个编制 最后就减少到了剩下600多 然后它节省的费用大概有1年 1.33亿元人民币 然后这个消息看到以后 就昨天又看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就是有42种事业编制将被取消 它这个说法就不仅限于说某个地区了 可能是针对全国的 42种事业编制将被取消 那么首先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有人可能分不清 事业编和公务员的区别 其实事业编简单讲就是铁饭碗 那么从大的定义来看的话 公务员它是属于事业编的 但是反过来讲 事业编的这些人员 它不一定是公务员 你比如说学校的老师 你比如说政府机关的食堂的厨师 或者政府机关的车队的司机 他们属于事业编 但是他们并不是公务员 也就是说公务员是事业编 但是事业编并不是公务员 这是一个 事业编并不一定都是公务员 这是一个大致的分类 当然也有这种比较明确的分类 公务员就是公务员 然后在铁饭碗当中 除了公务员以外的那些人 就叫事业编 也有这么分类的 那天我谈到何曲线 它的减少事业编这个事 它应该是把公务员也算里面 因为我看它里面有一些科技的科技 或者科技以上的干部也被裁撤 它也算是事业编被裁撤 那么它就是把公务员也算到了事业编当中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而且就是这个事业编被取消 它并不一定百分之百意味着 就这个人就被裁员了 就失业了 当然我谈到何曲线的情况 它应该是这样 因为它提到了省了1.33亿元 但是有些情况 就是事业编虽然被取消了 但是这个人还在工作 你比如说需要的老师 你以前是事业编 你的待遇可能很好 对吧 你的工作很稳定 但是现在你还可以在这上课教书 但是你不是事业编了 那工资待遇可能就下去了 或者是你就变成临时工了 人家就是想让你走 那你就得走 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待遇不是那么好 而还有的情况就是 没说让你失业 但是就不给你发工资了 就是你就休假 以后有个什么部门需要人 可能会让你来 来了也是临时工 基本上 或者是给你安排一个活 那个活就是你也很不喜欢 很累 你可能自己要走 也就是说 它进行这种 就是减少事业编的这种做法 它本质上就是想要裁员 但是它不能像企业做的那么直接 它就这种半直接性的让你走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一次我看到 42种事业编制被取消 都包括什么 因为太多 不能全数 我就说一些 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熟悉的 比如像宾馆 招待所 物业 车辆服务 然后什么部门的文印机构 还有什么图书 还有影剧院 对吧 等等这些 就是大家应该是不是能想起来 就这些 有些国营的饭店 国营的宾馆 国营的电影院 就这等等 它都是属于 这种事业编程 那么现在的一点一点 应该是全国范围内的 就这些部门 它可能就不是事业编程了 你可能就要 像企业一样 你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们 如果是自主经营的话 其实难度也很大的 因为很多这些机构 他们属于事业的地方 他知道 我们是汗落保收的 反正经营不好 肯定我们 这个工资 都会有保证 所以他们的竞争能力 并不是说特别强 一旦他们进入市场 开始自主经营的话 那难度会非常大 基本上 都要面临 关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是我的分析 基本是这样 所以说 整体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目前地方财政的情况 已经是相当相当严重了 那么中国 现在有吃财政饭的人 大概有多少 大概是7000万人 7000万人 7000万人 当然也不一定 全都是事业编了 对吧 这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临时工 比如说清扫 卫生的一些 就是环卫工人等等 他不一定是事业编 但是整个这7000万人 他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按每个人一年的收入是5万来算的 我觉得不多 5万 那就是3万5000亿这个规模 3万5000亿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大的 中国财政在其他的年景 大致就算20万亿 地方财政10万亿 中央财政10万亿 那今年会有多少 我觉得今年可能10万亿都达不到 但是他数字肯定会造假 那时候我们已经超过了多少 肯定会造假 但是我觉得10万亿可能都达不到 今年的情况 因为土地财政 大幅缩减 土地财政 那么 工资就得是3万5000亿 那他还要 有一些其他的开支 其他开支非常非常多 那种公共社会服务等等 非常多 那怎么办呢 他没有别的办法 那只能是 就是财撤 财撤 那么有些一些其他临时工 就是能裁的就裁了 或者不发工资 比如说像什么 刚才我提到的 怀孕工人 不给你发工资 拖签工资 这是一方面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到了哪了 就到了这个事业边这一步了 他这个事业边 其实就是 应该说 把它和公务员分开 就是不是公务员的那部分事业边 就到了这些人了 那就不给你们钱了 那么整体上 就是说 有人说 他是不是会有一个过程 对吧 比如说 这人毕竟很多 比如说 有十年 或者五年的计划 今年多少 明年多少 这个我觉得 很难 何许件 他就是一年多 不到两年 他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看一看 没钱的时候 你怎么还能有过程 他肯定是 很快很快的 就会完成 所以说 这七千万人 多少人会下来 那真是 他会影响多少人 那每一个就是事业边 他毕竟家里面 可能善有老 下有小 那会又会影响多少人 这些事情想起来 真的是 这是今天我要说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昨天 前天 这两天 我看到一个视频 就在深圳街头 就是孟婆 孟婆他 孟婆他又出来跳舞 你知道吧 就有一个人 他把自己装盘成孟婆的样子 然后在深圳街头 跳舞 很多地方 跳舞 就让人感觉很紧张 很担心 还有很多人在那围观 我看 怎么说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2020年6月份 当时在郑州的街头 当时有孟婆汤 孟婆献身 卖这个 谁知道是卖还是免费 就是给大家喝这个孟婆汤 然后当时还有旁边 还可以看到奈何桥 然后当时 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在围观 然后很多人都去喝这个汤 这个事情 就是当时媒体也广泛报道 然后紧接着一年过去以后 在郑州 齐约 22代 可能还记得前后 发了很大的水 然后那前后 有很多人也走了 所以说这些事情 你可以不信 但是我觉得 你还多少 还是相信一些 因为这个事情 它真的 不是闹着玩的 反正我是非常相信的 然后这个事情 过去以后 这两天 看到在深圳的街头 又有人装扮成孟婆的样子 在那儿跳舞 很多人在那儿围观 这是让人很担忧 但是那个人 他想表现自己的行为艺术 那人政府也不管 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是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是挺 特别是在当下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最近中国社会 我一直抢掉 出现了太多太多 那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什么 河洋湖 洞天湖变成草原 这就不说了 前两天我还听到一个消息 中国好像有一个沙漠 沙漠开始发洪水 这个 就是说有些事情 你能想到它发生了 你想象不到 它也发生了 这沙漠发洪水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吧 这边的鱼米之江 水都干了 然后那边的沙漠 本来应该是没水 它就发洪水 会是一个什么场景 所以在中国社会 现在真的是 大家真的有几分敬畏之心 好好想一想 多反省反省 自己在道德上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缺失 好好想一想 这老天爷可能是真的是生气了 也等不及了 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 所以说我看到 这个孟国出来跳舞这个事 我觉得真的是 而且我想起了去年 在中国网络里面 流传很广的一个儿歌 就是红伞伞 白杆杆 大家记得 就是蘑菇 然后唐板板 吃了以后 唐板板 这个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总之在中国社会 现在就是特别的复杂 特别的乱 但是我想 只要您能保持住 内心的一份良善 真正做一个好人 一切可能就会变好 好 这集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